第1078章 叶熙文的真实实力 哈哈哈哈 撕扣号哈哈大笑 在半空中 双手不断呈现出拉弓射箭状 每一箭射出 都会有一个血妖当场被钉死 而其他几人也都在疯狂的屠杀之中 这些血妖虽然很多 但是实力远远不是几人的对手 根本就无法对这几人造成什么太大的难题 或者说 根本就不能阻挡这些人前进的脚步 刷 刷 刷 叶熙文手中的剑气直接席卷了上来 那些扑杀过来的血妖 根本无法阻挡他的脚步 虽然都是超脱镜九重天的境界 但是那些血妖却根本不是叶熙文的对手 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就像是蝼蚁一般被叶熙文轻松屠戮 完全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这般效率比起他们来说 也是丝毫不慢 这个时候 高宣己人也对叶熙文刮目相看 虽然是超脱镜九重天 但是显然也并不是一般的超脱镜九重天 而是像那些能够抗衡半步法向镜初期的超脱镜九重天的妖孽一般 众人这个时候 似乎有一些理解 为什么剑无双这么稳重的人 居然会同意加入叶熙文 而至于他们并没有对叶熙文有真正的了解 只是看在剑无双的面子上戴上叶熙文而已 不过这个时候 大约只有剑无双知道 叶熙文的实力只怕远远不只是如此 在大半年前 他刚刚进入血界的时候 就能够屠戮半步法向镜初期的高手了 这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的实力比起当初强横的多了 现在怎么可能还是只有大半年前的水平 这也是剑无双戴上叶熙文的真正原因 因为在他看来 叶熙文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果然 叶熙文展现的实力 远比当初要强横的多了 这些超脱镜九重天的血腰在他的手上 根本不是一招之敌 那些架杂在这些血腰之中的半步法向镜的小头铃 也根本挡不住这几尊凶神的屠戮 直接被生生斩杀 喉 一声尖锐的咆哮声从黑暗之中传来 却见一道高大的血色身影猛扑了过来 直扑冲在最前面的剑无双而来 双爪撕裂长空 剧烈的血气疯狂的震荡了起来 剑无双顿时精神一震 这又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家伙 看着修为 只怕已经达到了半步法向镜后期的巅峰了 不比这几人的境界要低多少 人类 人类 这个大家伙的嘴里念念叨叨的就是这两个字 似乎还有一些神志 和其他的那些只懂得杀戮的血腰 有一些不一样 剑无双常见 猛然一挥 一道犀利的剑气展出 当恐怖的剑气瞬间和那一双爪影狠狠抓到了一起 那一双爪影直接撕裂了剑气 就要扑杀到剑无双的身上 剑无双也是眉头一皱 这一道这一头血腰比起其他的要厉害太多了 而这个时候 在一旁的叶西文终于出手 枪 剑光出手 如梦似幻一般 瞬间组成了一张剑王 将它完全给笼罩在了其中 轰 叶西文直接击退了这一道血影的血爪 好快 苗思思等人都有些惊诧的看着叶西文 刚才那那一头血腰的动作太快 甚至他们都来不及 救援剑无双 虽然剑无双不会被这一下打死的 但是在这种地方 哪怕只是受伤 也是一件非常可怖的事情了 谁知道 这个时候 在剑无双身边的叶西文 却出手了 而且还将剑无双 给救了下来 速度奇快无比 最重要的是 还能击退了这一道攻击 这个时候 众人要是再看不出来 叶西文深藏不露 他们的眼睛也太瞎了 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想起来 当初剑无双介绍叶西文的时候 是说 那是当初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只是当初几乎没有人相信 许多人都以为 那是剑无双在谦虚 在云星海域那种小型海域之中 能出一个剑无双 这样的人物已经是难得了 这个时候 又听说剑无双 居然还不是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而是这叶西文 而这叶西文 又仅仅只是超脱境九重天的武者 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 又或者说 在他们看来 那是因为剑无双没有和他交手的缘故 因为剑无双也说 当初没能和他一战 颇为可惜 在他们看来 如果剑无双和叶西文一战 那叶西文必然不是他的对手 这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来 却完全不是他们所猜想的那般 剑无双说的没错 眼前的这叶西文果然不同反响 哪怕是大半年不见 但是实力只怕不减反增 叶西文不知道这个时候众人心中的惊诈 只是一剑荡开了那一对斜爪的进攻 只是还不等他稍微喘一口气 那一道斜爪直接抓向了他 这一对斜爪 只在天空中留下血色的残影 刹那间 已经扑杀到了叶西文的面前 叶西文没有丝毫的慌乱 手中的铁剑只是随意一扫 却瞬间扫中了那一对奇快无比的斜爪 啊 那一头血腰被叶西文的剑气挡住 这一次可不是刚才的仓促拦截 当即直接鲜血蹦践了出来 这些血腰天生就没有皮肤 看着异常的猙獰 就好像是一个人被剥去了身上的皮一般 看得人异常的头皮发麻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一对斜爪之上 血肉被剑气扫开了一大截 几乎能够看到其中的白骨 困住他 不能让他逃走了 这个时候 剑无双也加入了战团之中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不能让这一头血腰逃走了 他现在想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击败这一头血腰了 这么多个半步伐向进后期的战力 如果还让这一头血腰击败了 那他们真是死有余辜了 现在唯一要想的 就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放心 他跑不了 叶西文冷笑一声 铁剑横空 身随剑走 就像是在空间之中的幽灵一般 刹内间已经站到了这一头血腰的面前 这一头血腰的脸上还有几分精具 没有想到叶西文的反击来得这么快 如果说他的攻击还带有几分偷袭的味道的话 那么叶西文的攻击就是纯粹的正面突袭了 但是更可怕的是 叶西文的正面突袭居然比他的偷袭速度还要更快 剑芒直接在他的身上带出了一大块的血肉 如果不是他躲的也够快的话 那么叶西文这一剑就能将他捅穿了 叶西文即便不展开恶魔之意 论速度 也稳稳的压着这一头血腰一筹 不过他并没有那么好运 虽然躲过了叶西文的攻击 不过剑无双的剑芒随即斩下 等待已久的剑无双 一剑即出 一往无前 虽然不说比叶西文的剑道还要精妙 但是和叶西文这个半路出家的 用剑无者不同的是 他是纯粹的剑修 那种一剑在手 天下我有的气势比之不出权力的叶西文 只怕还要更强上一筹 在这方面叶西文没有办法和剑无双相比 不过他也没有要比较的意思 和剑无双那样纯粹的剑修相比 他仅仅是运用一切有力的舞蹈罢了 砰 剑无双的剑芒狠狠砸在了他的身上 直接将这一头血腰重创 恐怖的力道直接将他轰飞了出去 这一头血腰虽然灵质并不是很高 但是也明白 这一次恐怕遇到了一群他根本不能对付的对手了 哪里走 叶西文冷笑一声 手中燃烧起了一团火焰 一团刀气瞬间成形 直接横跨长空 斩落下去 刀芒割裂长空 瞬间轰到了那一头血腰的身上 砰 那一头血腰当场被斩爆身体 鲜血喷溅了出来 直接被斩碎的七零八落的 没有了这一头血腰统领的指挥 这些剩下的数百头血腰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惧 纷纷逃走 不过众人也没有心思要去追这数百头的血腰 对于他们来说 讲时间比其他的都要重要的多了 这些血腰反倒是不怎么重要 看来我们都小看了叶兄弟了 高轩苦笑着拱手说道 倒不是因为其他的 而是因为他已经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小看人 不要小看人 不然迟早有一天要吃大亏 但是却还是小看了叶熙文 或者说他没有想到 会有叶熙文这样的类似妖孽的存在 一般来说 能够越阶挑战的 就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 因为这里的越阶可不是那种高一阶的普通高手 而是这其中的顶尖天才 在他们看来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经过了刚才的交手 他们发现叶熙文的战斗力 最少也是半步伐向进后期级别的 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将叶熙文视为同一个级别的同伴 而不仅仅是见无双的朋友这么简单 叶熙文魂不在意的笑笑 只要自己的实力够了 别人的看法也没有那么重要 你这么厉害 怎么都不告诉我 苗思思很不满的看着叶熙文说道 害得我以为你不行 还想要保护你呢 叶熙文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难道这也要到处宣扬吗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赶紧赶上去 才是正理 剑无双道 嗯 没错